大家好,我们来写写春连极字 跟春有关的对联 这是兰亭的极字 虽然都是兰亭的极字 但是我们一定要在算它这个极字 第一个问题点就是 它的解析度不是很高 再来就是一些造型、横画 重新调整 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大小的关系 我们要重新调配 比如说气跟鼓 这个气字横画就太斜了 摆在这边就不好看 到大小上我们这个字 可以差不多可以再大一点 那个横画可以平一些 这都在练习我们的对极字 重新再调配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然后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在训练自己 尤其是对联的张法性比较没有那么的严格 它就是一对 就是只要行器之间就可以了 一行 带过来我们说这边低一点 带上去 然后这一个字就可以变得比较平整一点 这的鼓字就差不多以这样为准 搭小可以 这里装饰要做出来 挑起来 小心它的用笔 鼓 气鼓风流风字 它还是 之前有写过了 我觉得这里太重了 而且写度太大 我们把它变轻一点 然后这个字写宽一点 当然是要注意这个用笔 用笔尽量要跟它一样 这挑起来 再来这里 里面这一个回步 再来这个流字 差不多就用这样的大小就行了 可以轻一点 它的点话交代的不是很清楚 加重 点 再来 这里也是 圆铁是很漂亮的一个 挑的感觉 在这里都看不出来 春不老 春字 春字有点弱 我们把它写重一些 大小可以差不多 春领的字不要写得太弱了 不会写得单薄了点 尤其是 软底的字 有些就是太弱了 整拼不会了 我现在只是说 摆在这样一条而已 布字也是把它变大变重一些 那这种方式 那这种方式其实也不是我们在这里 独创的 我们可以看到圣教序里面也是类似这样子去调配 可以甚至大家有机会看到其他的极致 古人都不是现大像碑铁都有 可以看到 就是也是类似这样的极法 那种碑铁就不多 在市面上不容易买得到 踏本 可以不容易看得到 有机会 我应该多看看 这里有两种 有的人像我这样写 有的人是先写点 都可以啦 在这里不是很明显 我应该多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